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欢迎继续锁定5月22号的国语中报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当地时间22号下午结束日本访问启程回国 临行前特别与当地的华侨和史节会面 而在早上进行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三国愿意在日本灾后重建 救灾 援助以及核能安全领域 加强合作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总理温家宝表示 三国关系命不可分 要同舟共济度过难关 针对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 联合声明指 中日韩三国将会促进自然灾害的专家磋商 研究建立机制应对类似福岛核电站事故 以及放射性物质扩散 如果三国有任何一国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 其余两国将派遣救援队提供援助 另外考虑到日本地震后的情况 联合声明指 三国专家将会实地调查日本大地震 另外会促进中日韩研究自由贸易协定 鼓励更多中国和韩国人到日本交流 中方表示会派出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 总理温家宝也提到 会在下半年举行东亚地震研讨会 中方愿意启动东北亚自然灾害研究项目 建立应急救援合作机制 另外还提到三国共同发展和再生能源 结合三国技术生产和市场优势 三国领导还讨论朝鲜半岛局势 一致认为维护朝鲜半岛稳定 实现半岛无核化是共同利益 温家宝又再强调 会以各种形式展开双边和多边对话 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 在中日韩峰会前 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坚之人 举行双边会谈 这是自去年9月 中日撞传事件后 两国领袖第一次正式会谈 温家宝和坚之人就改善两国关系 达成共识 令中日关系回暖 双方还讨论朝鲜领袖金正日 访问中国一事 WOW TV 网线小报道 大地时间22号下午3点 南澳一号古沉船水下文物开始打捞 这也是今年中国最大的水下考古项目 在今天下午的水下考古发掘中 60多件珍贵文物顺利出水 根据潮汐预测表 今天正是明代沉船 南澳一号附近海域的平潮期 对水下考古工作非常有利 但今天当地的天气条件并不如人意 海面风大浪急 增加了水下考古工作的难度 但是水下的能见度还是相当不错 可以清晰地看到水下文物的分布 除了在去年考古发掘中 发现的大量福建平和窑的瓷器和铜钱以外 今天下午在古船上还看到了 乘落的大量铁锅 从这些整齐乘落的器物看 当时这艘船上的物品 在下沉过程中保存比较完整 今天共出水了三项文物 大部分瓷器同去年相仿 主要还是以青花大盘 罐和碗为主 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 还将有大量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水 来关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秦 据中国国家防总的最新统计显示 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量 为50年来统计最少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面积 减少到往年的一成多 截至目前 中国耕地受汉面积 9812万亩 其中作物受汉面积3300万亩 主要分布在湖北 甘肃 江西 湖南等省 降水偏少是导致汉秦持续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国家防总公布的资料显示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 与往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到6成 是自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的年份 另外 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 今明两天 中国江南 华南等地 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 大部地区有大道暴雨 长江中下游干旱区将出现5到30毫米的降水 不过 气象部门表示 与往年同期相比 5月下旬 长江中下游汉区降雨仍将偏少 降雨量不足以解除汉清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辛亥革命100周年 日前 首套汇集了100位人民英雄的真游大典 与大众见面 这套真游大典汇集了从革命战争时期 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 100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纪念邮票 其中 首枚孙中山票中票 是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发行的 真游还完整地收录了中国共产党 自建党以来一系列领导人和新中国开国元帅 其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领邮票 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套 既是小版票又是小权章的人物套票 真游大典还首次完整地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经济建设 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邮票近150张 从今天开始呢 中国多个城市将开售十名制火车票 除了身份证 市民可以使用包括户口本 驾驶证 军官证 学生证 等在内的22种证件购票 没有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购票者 可以凭借有关单位开具的证明信 到车站铁路公安指证口开具临时身份证明 此外 儿童购票暂不实行实名制 实名制车票只能一人一票乘车出行 不能冒名顶替 一旦进站后车时被查处 车票将作废 我们再来看香港方面 负责海藏基地组织领袖拉登的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再度访港 舰队不愿透露早前任务的详情 只表示以往也曾参与海藏工作 包括为过身的官兵海藏 外界担心香港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指挥官表示对香港警方充满信息 排水量达9万多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自03年后再度访港 此次访港备受关注 因为这艘航空母舰月初在阿拉伯海参与反恐活动 将基地组织领袖拉登的遗体海藏 事隔两个多星期访港 令外界担心香港是否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航母指挥官表示 信任香港的保安能力 卡尔文森号会在香港逗留四天 港府会为他们安排博位 及分配无线电频率等 对此港府表示 香港的恐怖袭击风险 目前维持在中度水平 卡尔文森号战斗群留港期间 警方反恐特勤队会全面当职 加强保安工作 这次已是卡尔文森号第三次访港 到港的其他舰艇战斗群 还包括两艘巡洋舰宝山号 席罗号和驱逐舰格瑞德利号 WOW TV 网站小报道 香港元朗区重案组 跟进调查女警 在深圳湾口岸当职时 配枪意外走火事件 现场是深圳湾口岸行动基地 警方指早上六点 一名21岁的女警当职期间 腰带意外跌下 当她重新戴上腰带 及整理装备时意外走火 设施的腰带 配枪和枪带 会交与警方军械见证科 详细检验 以确定意外的原因 事件中无人受伤 而在台湾方面 台湾考试院长 关中独生女关云帝 22日下造新北市金山区 金宝山墓园 关中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 希望到此为止 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 对女儿的死因 和外孙女的监护权 她认为都是法律问题 关云帝的丈夫林哲乐 面对媒体记者追问 则始终不发一遇 关中女儿关云帝 去年3月 与大陆导演林哲乐结婚 年底产下一女 本月4日 在上海住处坠楼身亡 遗体运回台湾土葬 关中夫妇心疼爱女王顾 不避讳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禁忌 亲自到金宝山墓园送葬 包括前考试院长徐水德 立伟吴玉生等200多名亲友 也到场参加安葬仪式 仪式结束后 关中由妻子张慧君搀扶 离开墓园 关中接受访问时表示 相信时间会冲淡悲痛和哀伤 会尽力抚养外孙女 安慰女儿在天之灵 对于整件事 她有痛有怨但没有恨 希望化碑氛围力量 WOW TV 网线小报道 这碗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迷人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 全英文的讲解 让本土生长的华人 更容易了解到 中国的秀美山川和风土人情 旅游指南风星期一 三五下午一点半 带您一起去度假 周围都找不到最新的欧洲名牌时装 来D3 Fashion时装专门店 就可以找不到 而且以最合理的价钱 买到多款最新 最齐尺寸的欧洲名牌时装 还有时尚潮流色物任工选择 再加上地点方便 位于城市广场B23号铺 中央大唐质 快点来选择你的心水时装 闪亮登场 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也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它还是世界巡徽锦标赛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和巴西各战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 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囊 加拿大最佳保佣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张盼的现象比自己那时候要严重的很多 所以他就害怕焦虑惊恐 甚至是愤怒 鼓励一下张盼终于摘掉了 遮挡在脸上的面具 并对田教授敞开了心扉 小张盼说 八岁以后他就再也没穿过裙子 一年四季都是穿长裤 他做梦都想穿裙子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1年5月22号 农历4月20日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与中国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气闻时段了 在台湾彰化有一只聪明的猫咪 不但自己会打开饭盒 还会用嘴巴叼起主人的手 指挥主人帮他打开饭盒 非常可爱 主人把猫咪的视频传到了网络上 猫咪立刻爆红 成了大明星 我们现在就快去认识一下他 小猫咪使劲地咬住饭盒 可是怎样就是打不开 这时只见他只盯着主人的双手 接着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小猫咪突然叼起主人的手 像控制玩偶一样 示意主人帮他打开饭盒 首先用前爪压住饭盒 再用嘴巴咬住盖子 往上一拉 原来小猫咪自己也会开饭盒 早上起来之后发现饭盒没有盖起来 后来他就在我面前开给我看 这只猫咪叫做咪咕 三年前在流浪街头时 被现在的主人带回家 后来主人发现饭盒常常自己开着 才知道其实都是小猫咪搞的鬼 小猫咪厉害的开盖功夫 被上载到网络 不久就有大批网友留言 还被美国动物星球频道 和日本富士电视台发函 希望可以授权影片内容播放 靠着开饭盒的绝活 而米谷一时间爆红于网络 从原本的流浪猫 瞬间变成家喻户晓的动物大明星 我TV李超报道 今天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 是20摄氏度左右 多云 同时伴有10公里每小时的东南风 今天晚上最低温度 是17摄氏度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五天的天气情况 好了各位观众 新闻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请您随时发送email 到nurseatwarwar.tv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长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